近期疫情是稍稍的缓和了 不少单位活动也开始办理 花林县政府的行动学堂 开始展开了偏乡巡回的服务 这一次又南下来到了玉里镇的国武里 里长表示 感谢所有的爱心志工 带给社区长者欢乐 而长者也跟着健身教练 动动手动动脚 近期疫情稍稍缓和 不少单位活动又开始办理 花林县政府的行动学堂 开始偏乡巡回服务 这次又南下来到玉里镇的国武里 里长表示 感谢所有爱心的志工 带给社区长者欢乐 那非常感谢我们协天工董事长 吴亦宇提供这个场地 让我们能够圆满成功办这个活动 也非常感谢我们邮昭仁先生 带领他的志工团队 来协助与服务 服务我们老大人 另外也邀请专业的体制能讲师 来带动不时的注意 提醒长者的安全 以及适当的休息 并以长者的能力跟活动 做强度的安排 行动学堂也提倡快乐学习 学习成自然 以鼓励吸引长者多学习 与参与社会活动 活动现场也都出现 许多超过七八十岁的阿公阿嬷 也都非常的认真跟老师互动 与同学们一起快乐学习 以及努力运动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 记者来年以后